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事 凤九变回人生后还没顾上仔细地看他 此时看过去 他觉得青年东华和几十万年后的帝君样貌没有太大变化 一样的冷峻 只是眉眼间的神色没有那么厚重 他喊他时声音更轻松欢快 不似帝君的声音沉稳 年后总像是撒娇的样子 凤九进入主题的时光法阵前心情还甚是忐忑 他虽和帝君做了夫妻 可在洪荒 他理不理他都是未知的事情 如今不过半月两个人便可以亲切地并肩御敌 想来是他当小狐狸的功劳 小白 熟悉的气息抵近他的身边 凤九回神看了一眼混乱的院子 凑近他的耳边低声道 我带的时光法气不见了 凤九怕泄露机密所以附在他耳边低声软语 东华的新书然间似是漏跳了半拍 他的脸颊轻轻地贴在他的耳边 他的气息混住自己的气息 莫名地熟悉 从未有人如此贴近他叫他心生欢喜不抵触 凤九觉得东华没反应 又凑近了一些 习惯性地把手搭在了东华的肩上道 一个银色的盒子 他的唇不经意间蹭到了东华的耳朵 东华的心又漏跳了一拍 这和小狐狸清他不一样 他有身体反应 许久轻声回道 啊 好是什么意思 凤九有些萌了 这可是天大的事 盯住东华看 东华又平静地道 不急 凤九刚想说话就见院子里的小妖 压住魔族人向后院涌去 闪闪 凤九也跟了过去 后院的雪坑边上 灵墨 闪闪的脚下陈列住三具鬼族人的尸体 另一句还喘气的是薄涵 他被闪闪封住了灵穴 动叹不得 薄涵要杀东华是有心理准备的 可现在 他看住面前的这个小女孩莫名地感到恐惧 女孩极美极冷的一张 脸上眸色像是被赤霞印红 又像是被他肠肩上的血色韵染 他鄙夷地看住他 冷冷地吩咐道 九幽风 他喜欢血 你就放干他的血 一滴一滴地叫他流干净 薄涵的计划里 从没有设想过 自己会落到一个小女孩的手里 生不如死 此刻 他看住他一肩挑断自己的心脉后 漫不经心地用冰雪擦拭长剑 薄涵一双手不停地在雪地上抽搐 鬼族人摊跪在地上 眼里皆是惊恐之色 薄婉一边冷冷地看住觉得这法子甚好 等他找到敢对他下杀手的那六个人 他也在沁江的面前放他们的血 把他们做成人皮灯笼 放进沁江的寝殿里攻住 凤九上前看了觉得过于吓人 对闪闪道 把他处理了吧 蹦 闪闪看住一片狼藉的山谷 坚定地道 我父君说过已恶成恶 他活该 东华还没说话 少婉突然啊了一声 兴奋得道 哈哈 东华原来你是后爹 人家有夫君 你抢人家的小老婆 又欣喜地看住凤九道 小狐狸你的确是个美女 可美女都没脑袋 你改嫁给一个石头 他哪里懂什么风花雪月 你不如跟我 把 突然 少婉瞪圆了眼睛 东华在一堆人的面前 亲了小狐狸一口 挑衅地看住 他还把手圈在了凤九的腰上 凤九亦有些错愕地看住东华 自己对小东华很有吸引力 看来画本子没白读 闪闪对这样的场景习以为常 直注那些废谣 道 看什么看 没见过你爹亲你吗 九亦风挺认真的想了想回答道 萧祖宗 我没爹没妈想看一下 少婉觉得还是不对 拉过闪闪问 你刚说你父君 你呢是哪族王军的小老抛 闪闪爆了胳膊笑 小老抛倒是小老抛 不过他就是我爹的小老抛 也是我父君的小老抛 少婉思维凌乱 看住混乱人群中 有点暧昧的东华和凤九低声嘀咕道 石头巾一道狐狸 今生了一个小猴精 闪闪听了眯眼一笑 低声对林墨说 若是我父君来了 会把少婉姑姑送回到 蛋壳里面重新孵化 明墨神色幽远 看 若真是那样 闪闪这小魔女 怕是会把蛋壳给捣碎了 林谷里混乱不堪 东华要带凤九回避海苍林休养 他们走前 妇女两个人在半截树装后 一顿嘀咕 不时有笑声传出 凤九远远看住心中甚是欣慰 他给东华生的孩子 都那么优秀讨他还心 即便是妇女隔住 万水千山见面后 还是那么轻 想到孩子 凤九脑子里突然出现 帝君带住双胞胎 坐在门口等他回去的场景 他的去找法器 或许是他刚到洪荒时 落在雪原上了 小白 东华走了过来 我先带你回家 闪闪处理完事情 再回去找我们 凤九低声道 我们还是先去找法器 青年谋色微动 陈生道 怎么 小白你想他了 又轻挑了一项 没风打去他 他做的事我都能替代 你要的亲情抱抱都 可以 他的都自音场 凤九带心东地跳了一下 脸上火辣 他做小狐狸时 的确喜欢勾搭他 还经常给他 写一些挑逗性的语言 可现在他看住这张阴定的脸 却一句话也不敢接 东华又道 我问过闪闪 法器找不到也没关系 到时间他会自动开启 又抵近他的耳边说 你要强行走 说不定会回到 我刚从石头里 蹦出来的年代 你确定要去抱住 我喊夫君 凤九一个机灵 虽说他想回来看看 东华可他真没想把 自己未来的夫君 日日抱在怀里 他不像帝君那么变态 他还在愣张 青年弯腰沉声道 上来 凤九看出东华 这是要背他的意思 他受了魔使六剑的袭击 的确是难受 管着 他有一间 东华调侃道 怎么 喜欢我抱你 蹦 还是背把 凤九乖乖地趴了上去 青年唇角上扬 心道 这就害羞了 那以后怎么办 日出 霞光大胜 少晚看住远去的两个人 若有所思 他这拳头是赢不过东华了 不过 若想约他打天下 做一家人道士也可行 可怎么才能做一家人呢 回眸看见 闪闪笑了 东华 备注凤九回避海苍林 他脚踝上的精灵 在风中 甩出清脆的鸣响 那声音像是 他此刻的心境 愉悦 极日前 他当小狐狸时 还巴巴地缠住 东华抱自己走路 如今他一路 都不曾把他放下 他胳膊上 简单包扎过的伤口 又溢出了 烟红的血字 凤九看住心疼 柔伤道 东华 我可以自己腾云 你的手臂又流血了 无妨青年 简单地回了两个字 头像后 飘一些道 你困了可以睡会 凤九是有些疲倦 可他不想睡 他回来时 帝君只给了他 三个月的时间 此时半月有余 剩下的时间 他要陪住 他多说话 还要给他 做各种好吃的 想到此处 凤九莫名有些难过 他倒洪荒 不过才半月多的时间 东华就打了两次大架 以后的几十万年 更不知心血染红了多少次 一斤却只是独自咬牙忍受 念及此 凤九突然开始反思自己 他觉得自己 目前有些恃宠而骄 帝君想要多吃紫薯饼的时候 他就借养生的问题 腾塞他 他想和少婉出去玩的时候 帝君想跟住 他就把他推给双胞胎 此时 看住东华胳膊上的血字 凤九想回去后 帝君一日三餐 都吃紫薯饼也渴 他和少婉出去玩时 首要条件是帝住帝君 凤九想住这些 又把东华搂紧了一些 东华看住 他手上的琉璃戒指 被霞光印得七彩斑斓 那些涌动的金色是赤金血 这戒指是半形解 几十万年后的自己 到底是有多喜爱 背上了这个女孩 他居然剖心 为她做了戒指当法器 小狐狸平日甚是活泼 今日他导话少 东华偏过头问 在想什么 我看住你吃了这么多苦 在想回去要好好地对帝君 我反思自己有些侍宠而骄了 女孩弱弱地声音带住些水汽 东华顿住脚步也于他道 你见我吃了许多苦 要回去对他好 这是什么道理 我认为你不该是对我好吗 这是吃醋了吗 凤九笑笑 我自然会对你好呀 我过来就是想看看你 给你做好多好吃的 我最会做饭了 那你对他怎么好 东华静静地等住他的回答 凤九想了一下 顽皮地晃住脚上的精明说 帝君他也爱吃我做的饭 最爱吃紫薯饼 这次回去一日三参加夜宵全吃紫薯饼 青年意味深长地嗡了一声 看住飞云神色幽远 稍后甚是正经地道 我现在年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照着他的规格给我做双份就行 双份 凤九脑子里疏尔溜出一个画面 他要爬走被帝君给拖了回去 突然间自己咯咯地笑了起来 一边笑一边道 我怕你消化不了 他服在东华的背上笑得花枝乱颤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集再见 cleoiary说 section 最后一次 维赏疫情 祝BA 为坏 你 那么 背面 不 这 SV 我 这 功还 我 起 这个 空